人一生总会遇到多次心情低落的状态 无论你生活在哪一个人生的阶段 即使是像我这样退休多年 收入状况无变化 住房状况无变化 亲友关系无变化 作息时间无变化 还会出现心情的波动 例如 突然想到哪天金融危机 退休的钱突然不够用了怎么办 哪天家庭医生打电话来说 你身体上某个器官 化验结果不很理想怎么办 自你哪天来电话 报告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怎么办 实际上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可是你的思想会周期性的向你发出警告 使你的心情处于不佳状态 即使是真发生了什么 我是这样做的 有时会有些效果 一 如果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满意 我会想想那个故事 有一个人对自己脚上穿的旧鞋不满意 猛然回头 身后的残疾人没有双脚 再看看自己脚下的旧鞋 就再也没什么不满意的了 是常态 一切的稳定都是相对的 暂时的 有不安全感 情绪低落感 警觉感是正常的 大多数情况下 也是可以挺过去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